代言官商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中共在昨天宣布对台展开了联合利监的军演 就是来回应我们的总统赖清德在国庆的相关谈话 动和令议会是相当浓厚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处家长是投诉周刊 表示小朋友在高中的时候 收到了一封是青年扶行意愿的调查表格 疑似就是要要求在暂时动员时候 要求高中生必须来配合一些后勤的工作 是引发了家长的恐慌 不过今天教育部长来到立法院备询之前 实现做出了澄清也带您一块了解 过去在高中职法令颁布 过去的做法就是各个学校 高中职以上的学校他就自动就学生分组编组 那从去年教育部也以时寄进 希望能够对学生能够多一份的尊重 所以18岁以上希望他们尊重他们的意义 请他们迁请同意义 那18岁以下呢还是要家长同意 那这个所有的这些的 这个同意义就是未来的这个假设有需要 那这个情务完全跟战事无关 他主要都是在后勤上的一些协助 昨天中共宣布对台展开军运的时候 不过却有多名的台湾艺人是直接来响应 表示呢只有一个中国在微博上面是进行了转发 文化部长双手背询之前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带您一块了解 我当时强调我是创作者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 然后他们去到那边 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蛮难过 就是说他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不得已等等 因为我在台湾不会啊 我们在台湾给任何一个艺人创作者 我不会让你写下一个对于台湾多么重心 一定要我完全不可能嘛 我家门口有人插个五星期都可以啊 所以我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些话才能够表演 这个平台的影响我不懂 我对中国很陌生 跟任务里面表示说 由于他是身为部长 因此呢对于台湾艺人的发言 还是必须要表达一些关心 并且是提醒哦 这些艺人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言论 是否会被对岸拿来刻意操作 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